自然在身边参观汽水工厂 欢迎参观汽水工厂 大家跟我往这边走 请看自制汽水的制作方法 等一下大家都可以自己做做看哦 汽水又叫碳酸饮料 自制汽水的主要原料有 纯水、小苏打、酒石酸、砂糖和果汁 哇 原来汽水是这样做的 对啊 只要把这些材料按比例混合 接着盖起来轻摇几下 等二十分钟就可以咯 现在我们马上就来试试看吧 哇 好像好好玩耶 赶快来试试看吧 我想先试试看做无糖汽水 这一瓶就先不加砂糖和果汁吧 我猜好了 哇 瓶子变好硬哦 真的耶 不知道重量会不会产生变化 我们来量量看吧 结果等于517.94公克 跟原本的重量一样耶 嗯 因为一般化学反应 都会遵守质量守恒定律呀 在密闭容器里 虽然产生了化学反应 不过没有物质进出 所以质量当然就一样了 你们的汽水做得怎么样 已经快好了 现在要等二十分钟 那在等待的期间 我来补充一些有关汽水的知识吧 刚刚我们自制汽水时 加进去的小苏打含有钠 你们知道一天最好不要摄取超过多少钠吗 不知道耶 答案是2400毫克 大家都学过木耳树对吧 所以你们就可以来算算看了 喝完一瓶自制汽水 会不会超过钠的每日建议摄取量呢 我算出来了 只要这样计算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自制汽水中 钠的莫尔数是0.02莫尔 答对了 所以等一下 大家都可以放心喝自制汽水哦 太好了 好期待哦 耶 完成了 快点来喝喝看吧 好好喝哦 而且感觉好清凉哦 是因为汽水有冰过吗 不止如此哦 这也是因为进入胃中的汽水 会因为温度上升 使溶于水中的二氧化碳 变成气体吸出 可以有效地带走体热哦 哦 难怪我每次喝完 连汽水都会有种凉凉的感觉 那接下来欢考考你咯 你还记得 汽水制备的反应物和产物有哪些吗 你知道它们的莫尔数比吗 应该是 我记得小苏打是反应物 而水和二氧化碳是产物 而三者的系数比是2比2比2 这也就是三者的墨尔数对吧 非常好 没有被我考倒呢 小杰你怎么了 我觉得气多喝起来才够劲 要怎样才能配出更多气的汽水呢 可以把小苏打的量增加到3.36公克啊 你先算算看这样要加多少90酸 但是如果加太多会很苦很难喝哦 我想想 先算出3.36公克的小苏打 墨尔数是0.04墨尔 而每个90酸分子 可以和两个小苏打分子反应 所以需要的90酸墨尔数就是0.02墨尔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我需要的90酸质量是3公克 没错 那就快点做做看吧 新做的汽水完成了哦 我马上来试喝看看吧 怎么样怎么样 哇 成功 今天学了好多 又能喝到这么赞的汽水 真是太满足了